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忘初心 方德始终 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对应的便是专注 定根对应的便是定力 慧根对应的便是天分 这简直就是成功的五大根本素质 缺一不可 佛教指出这都是根器 道破的就是其中根本性 阿含经称五根为善根 若具备就会生出五力 即五种大力量 信力 敬力 艳力 定力 慧力 然后便能善聚 一切有关的善源和善果 都会向你这里汇聚 待因缘俱足 成功和成就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可能有人会问 五根是五种根器 根器是天生的东西 如果不具备又有什么办法呢 的确 能够五根兼备 五力同体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但此事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一是其实人人都是具备五根的 只是有多少深浅的区别 你可以回头想想 自己身上是不是这五点 其实都是有一点的 只是不太多 既然都有 那么就有虽然先天不足 但能后天补足的可能 就像中医的调养和道教的助击 这都涉及到这个 二是人虽然很难五根都具足 但往往有一根或两三根是特别突出的 这特别突出的地方就是你的突破口 你就先盯住这特别突出的根 将其发挥到极致 走到走投无路了还不成 就自然会真正理解和注意到其他根的重要性 然后自然会去致力于补足 这就叫以一根带动猪根 最终走向全面 有些人 会根可能弱些 但精进根和定根很好 看起来虽拙一些 但是踏踏实实的 还有得者和长者的风范 我特别喜欢 特别愿意亲近这种人 就是因为他们有的正是我所缺的 乃是一种误补效应 这类人就要多从行上下功夫 行本身就会开发智慧 行到平静处也更能知道自己缺的是什么 然后精准打通而前行 这种情况相对来说还算是好的 最怕是毛毛躁躁跳上跳下还蠢蠢蠢的人 不在少数该醒醒了 这世间法上也同样如此 回想这些年一直很随性 世俗看来叫任性 却就是这么随性下来 慢慢的就做上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把伪需求权降到了最低 能一直随性就是靠念根 能掌握住就是靠会根 可惜做什么都不深入 这又是精进根和定根不足带来的问题 五根之中 由于根情形最特殊 堪称第一根气 便是居于首位的性根 这里还说是广义上的性 而不只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 它之所以居于第一 就是因为不在取舍内 乃人人必须具备的一根 是打底和根基性的东西 就是它同设和引领着五根 如果你五根很平均都贫弱 便要从性根下手 这是谨慎的出路 五根可以对应五行 五行就是万物的五种根本性质 就像五根是人建立一切事业的五种根本素质 五行之中也有一形最特殊 便是土 木金活水土的五行对应方位 便是东西南北中 土正居于中 也是统设和引领所在 这就像中印里的五脏六腑对应五行 脾位对应的便是土 而由其所生的受五谷之境的位置 正是五脏六腑之气的核心和根本 皇帝内经灵书 所谓五脏六腑皆摒弃于位 性根对应的也正是土性 是那个能压得住一切 关系决定这一切的东西 老子言 见素报谱 素谱就是土气 世人却都太阳气了 性根的作用以小万一粉丝为例 他说他自己精进根和定根很差 只是念根和会根还可以 接触这些东西的十几年 期间绝算不上勤奋 也经常丢到九霄云外 胡思乱想做别的去了 但他天生对道有亲近意 无论如何 心中一直存着此事 后来回头反省总结 发现只要心中真存着一件事 那么即使你不去碰他的时候 他也是在潜意识里自整理的 大家应该都有过一种经验 并使人生的某个阶段 你有个重要困惑 那时你怎么也搞不明白 就暂时放下了 你以为你忘记了 以为并没有在上面下功夫 可是后来有一天 也许是很久很多年以后 你突然就明白了 既没有忘也没有懈怠 这体现的就是那种自整理作用 我在道上的体悟 似乎也是就这么自然而然的明白起来 期间虽有各种摸索 但下功夫的时间 远远不如不触碰的时间 只是信中存着此事而不曾变更根本关注点 信中存着此事其实就是信根的体现 看着像念根 但念根是有益的 信根却是天然的 所谓信 所信的东西未必是清楚明白的 但你就是有这种信 比如你就是喜欢做这个不喜欢做那个 就是喜欢这种人不喜欢那种人 你也说不清楚原因 但你就是如此 这背后隐隐而明明的东西 就是那个信 信者信物 那是你生命的信物 生自你生命的核心 一切看似不同的所信 其实都是这个核心的反应 老子说到 孤兮恍兮其中有相 恍兮呼兮其中有物 姚兮明兮其中有经 其经甚真 其中有信 这个信就是信根的信 周易和禅宗称为消息 在那种恍惚混沌不知所以中 却存在着一个真真切切的信 可以说 信就是人对于生命本质的感应 其中既有天道 也有你的特色 所以信的真正意义 不是你相信一个东西 然后去实现 而是这个信充分呈现 和显现出来的过程 是到最后才真正明白的 但最开始 你起码要有这个真切的感应 所以禅宗悟道一开始 就要求学人立决定信 但最后的境界才是不移之地 那么如何建立自己的信 也便很明白了 你要回到你的生命本身 而不是一味被外境轻盈裹挟着走 你要在生命本身的回归和体验中 倾听内心的声音 明白真正的你是谁 你真正的底色 喜好和方向是什么 剩下的就是遵从和呈现 如此才是生命的绽放 而不是僵尸在游荡 信根的作用还不只是自整理 还有个自联系 便是真信有了 在一切事情上 便都会自然引导着 你往心中所欣赏考虑 就像我的时常跑偏 道看似无关的事情上 但却常常在这些事情上 不自觉地往道上考虑 说是跑偏 其实不偏 诗人会在一切事物中发现美 禅师 道人会在一切事物中见到道 你用心在一件事情上 所有事情便都会与这件事发生联系 比如一个设计师 他看一切都自然会考虑 能不能成为素材 一个商人 他看一切都会考虑 有没有商机 等等等等 所以发现和找到自己生命 所幸之所在 是多么重要和关键啊 唯有真信之处 才能充分触发和开决生命的敏感度 而能到达怎样的高度 全来这种敏感度 至于关系着你的生命 是发散还是聚焦 发散便是一盘散沙 聚焦才弹得上突破 瑞士潜意识心理学大师 荣格有句话 小安一直很喜欢 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人 是没有多少自主性的 他是他身上的魔鬼 推动着的傀儡 所以那些艺术家 往往是放荡不计的 不是他们非要如此 是他们不由自主 控制不了自己 一切领域富有创造力的人 也往往如此 当然悟道者能够在自主下实现这一切 不能自主 中非成交 但要看到他们背后 那个能给我们启示的东西 依照自己生命的本真来活 不失生命的信物 才有真正的创造和绽放 故《怀疑经》讲 信为道元功德母 常养一切诸善法 有真正的信 信根自然会引导和催促你去行精进根 自然会让你念念不忘念根 自然能抵抗和排除种种诱惑干扰定根 自然能在积累之下 专注之中 融会贯通 灵感迸发 慧根 信根真有了 武根便都有了 一切问题也都是因为信根不足 一切事业无不如此 世间法上的不能自律 勤奋 坚持种种 追溯到根源 就是无信处 或信不劳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 被称为没有信仰的时代 成就感大于成就 因此完全可以说 看一个人能有多大成就 就看他信根有多厚 无论出世还是入世 仅从这一点 就能看出这个人的未来和结局 信之正邪深浅同样很重要 正才能引致正 邪只能引致邪 开始决定最后 正邪与深浅很多时候是一回事 所谓的邪往往就是太浅了 所谓成就之大 不只是量级 还有稳定和长远 无信之人必不得其量 信不正者必不得其稳于久 成就也是对标于自己的 不是每个人都能大成 大成要看天赋器重 也要看时韵 而只需自我实现 自我成就 就像一朵花 只要充分绽放过 而不一定非是名贵品种 成就有大小 成就感却都是一样的 此为性相之别 这就够了 好了关于五根的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你的性根有多厚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 喜欢小万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